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嘛 就是之前就是说他脸才要 就是要死生而正死的那个同修 他说他前两天梦见天上 扔下一块石头关提菩萨 然后说只有真修实修才能拿回真元神 他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意思 很简单 很简单 他已经要走了 他现在拼命地在修的话 是已经感动了 就是说关提菩萨下来 就是提醒他 你要增元神的话 就是说你的元神已经不在了 也就是说你已经 他这个人基本上这个肉体 已经不能再进入元神了 他最近一直是在这身上去放生 就是他之前 就是已经跟师傅 已经跟他讲几月份要走人的时候 他之后又去那个为人家借钱嘛 然后借了钱也不是用在放生上面 又算免财 然后他用梦见师傅跟他讲 他说你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怎么救你 然后他就又去把这个就是 就是人家借的钱再去拿出去放生 但现在就是很麻烦 就是每次要出去发书 因为他妈妈也有生病 然后就是只要出去发书 他妈妈就跟他搞 然后就是然后他发书回来 他就晚上就梦见很多虫子这样的情况 他完了他完了 这个人远省都没了 哦 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很麻烦 他现在就是一个全也是的 哦 他因为之前也梦到说五月份 然后最后又梦到说七月份 然后他现在就一直要出去发书嘛 一出去发书呢 他妈妈就跟他搞 就是他妈妈有癫症各方面的病嘛 然后就是 妈妈身上也有灵性的 有灵性的 那个小鬼不会让他 小鬼不会让他走的 已经应该说像这种人已经下招书了 就说下招书 天上下招书要把他带走的 哦 活不长的 他年纪很轻的 他才88年的孩子 88年啊 哦 88年 88 88 87年的 是处子的 97年都没有 他之前一直有 有那个 就是也叫我们很多师兄 帮他打个电话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练财现在收得很紧了 对对对的 你就看看 你就看看 连贪官都收得这么紧了 何况练财的呢 对 然后我们有跟他讲吧 但是他好像就是 还不是很明白这个什么情况 那之后又是问亲戚啊 问朋友借了很多钱 然后问周围同修也借钱 然后说是因为要 就大放 就是祈求这个事情能过嘛 但是之后还是就是说 这个钱没有用在那个 就是放声上面 他用来去 就是之前有跟叔说过 他要去美国 参加事务法会嘛 那个钱用在这个旅费上也有 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上 然后就是又梦到 菩萨跟他讲这个 你没有真心忏悔过什么什么 就是说了很多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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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了 定时间了 哦 冠地菩萨最后给他讲了 定时间了这种人 嗯 叫他准备后事吧 年纪再轻也准备后事吧 八方年也没几岁 我跟你说不能练财的 你拿这点钱 你绝对到时候痛死的话 生个癌症痛死的话 你还真的 买做医药费 你都还不够呢 贴了这点钱 你还不来的 真的 我不骗你们 嗯 好的好的 是不是 感恩是吧